你覺得自己很幸運嗎? 對,講了很多很鼓勵的話 然後我就覺得說自己真的在 學很多很多的東西 希望說呢,不會辜負大家 然後自己也會很努力 然後可以更成為一個更好的歌手 當然,我覺得說呢 講英語不是很難的事情 對我來講,因為我從新加坡來 可是呢,一聽到他們講英語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點點緊張 就是美國人講英語啊,就是很快 然後又講得很標準 所以當我唱英文歌曲的時候啊 哇,我的英文真的不跟他們一樣 因為他們就是很street 很black的那種英語 可是呢,嗯,其實對我來講 我喜歡學新的東西啊 然後我就,就,再努力的學 然後製作人對我也是非常非常棒 然後大家聽到我的歌的時候呢,都覺得說 其實很朗朗上口 然後就很容易 所以,希望,希望那歌呢 很快就可以上榜 其實啊,這幾天呢 看到人真的很多很多走青光大道的時候 對我來講,我的highlights呢 就是,看到George Lucas 大家都知道呢,他就是那個 鼎鼎大名的director 然後就是做Star Wars的嘛 然後,我在後台看到他的時候啊 就是那些工作人員都不敢相信說 其實他不隨便跟人家拍照 所以,他,讓我跟他拍照的時候呢 就是叫我跟他拍照的時候呢 我都,其實都不懂要跟他講什麼 懂嗎,然後他還跟我談得起來 其實我覺得說,這些有名的人物 其實他們都很友善的 就,讓我自己覺得說,要是有一天啊 要是我曾經做得更好的時候 不要忘記 以前是怎麼開始的,然後也不要驕傲這樣子 當然,對我來講 另外一個highlight呢,就是看到 David Foster 因為,這是為什麼我來洛杉磯啊 因為他真的是我的hero 在音樂方面呢,我真的說 覺得他就是很有很有成就 然後寫了很多很多很好聽的歌曲 很像Whitney Houston,The I Have Nothing 還有Céline Dion的Pray 然後,看到他的真人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說,很想跟他 就是很想跟他講說呢 其實我有跟他講啦 就跟他講說呢 其實我們當歌手的啊 沒有忘記他們這種大製作人 雖然很多時候啊 大家看到,歌迷看到的 或者尖叫的呢,都是歌手 可是對我來講呢 歌手不會成功 要是沒有這種大製作人 寫那麼棒的歌曲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講 然後,他其實就 當然對我很好 也是他的公司簽我的約嘛 然後,真的希望說呢 自己在以後的日子呢 可以唱他寫的歌 那對我來講是一種 Dream comes true 這樣子 嗯 對,對,對 谢谢大家